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阿波 对不起我妈 对不起你们 在什么白沫 跑来柬埔寨西港外面有保鲜的地方 里面有武装里面的地方 在这边做这个局 我跟你讲 谁会做这种局啊 反正没关系啊 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罢 我对得起你们就好 在干掉这鞋子呢 告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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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一看直播 我跟阿婆 妈媽 還有哥姐 我跟我 我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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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拿電極幫 你們說 我现在已经回饅店了 我開這個直播 我以後叫要露影存證 我身上所有錢都被他媽媽拿走了 30,000美金 Typically 給司機的錢跟旅費 我想回台灣 我想回家 我跑了五六公里六七公里了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都是我自己自作自受 我不怪谁 我怪自己而已 我总是拿自己的身体生命在骗你 这我的问题 这都是我的错 晚安小鸡过去长看看怪奇景点 但曾传出探险造假 假卖发财金等争议事件 这次柬埔寨直播也引起关注 软心诈骗园区 抢钱但不抢直播设备 有棍子不敲你 还帮你剔个半边造型 写这剧本的要不要去测一下智商 他是我家人的 没有人我想要拿自己的眼睛开玩笑 归来知道我长得闭眼了 有人认为衣服破洞是用剪刀剪开 网红四叉猫比对直播画面 发现逃跑路线旁边 有一排海滩度假饭店 根本是在马路上绕圈跑不开直播 所谓的园区只是施工大楼 警方也发现直播地不在凯博园区 而是旁边已废弃的鸡水园区 看来这次晚安小鸡跨出同温层 准备跨到监狱变形安小鸡了 刚这个画面很稳诶 他都把他这样跑诶 他一定是这样拿着跑或是这样 自拍棒拿着这样跑诶 你真的后面人家拿刀拿枪追你 你好像这样跑了 全台湾 这种直播林北第一个最强的啦 别人在那边鸡小鸡屏 师傅 师傅你真的要开直播吗 开 开 啊 想不到馆长和四叉猫难得达成共识 居然是新春特别现役的绝命小鸡 第一次上新闻就是国际新闻 连柬埔寨省长都被惊动 西港省长郭宗朗 在脸书公布照片找人 一个台湾没什么人看的网红 就这样变成扬明国际的白痴 这是柬埔寨西港当地的省长郭宗朗召开记者会 关键被指账这起案件是自导自演的道具 包含了小鸡谎称被殴打 抢劫脱逃之后被扯破的衣服 以及假军人的军服 假枪 还有小鸡谎称被剃掉头发 也提出了离法工具 甚至用来冒充鞋的红色液体等物品 昨日晚安小鸡真的被抓了 只是抓他的不是诈骗集团 而是柬埔寨警方 连同力挺他的网红阿闹 两人一起体验柬埔寨手套 柬埔寨警方表示晚安小鸡 发布自导自演的造假影片 重创柬埔寨形象 可能涉及煽动歧视罪等罪名 晚安小鸡这趟柬埔寨之旅 最后一站即将开箱柬埔寨监狱 如果运气不好 还可能开到中国府 这下离回台湾有点久了 黄色小鸭合体放闪 前面看了一只白目的小鸡 现在来看看可爱的小鸭 春节连假结束 已经从算拿多少红包 到算喷多少红包的年纪 面对不想面对的开工日 心情还沉浸在懒散的悠闲时光 想跟黄色小鸭一样泡在水里拥有 艺术家获夫曼创作的巨型黄色小鸭 自2007年起环游18个国家 在37个国际城市展出 睽違十年再度回到港都高雄 今年多了一只同伴 还有博二周边的展场市集 昨日初五巧遇情人节 启动全球首创的小鸭动态游港 从18号码头出发漫游爱河湾 途经高雄展览馆 站二库等景点 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双鸭相会 上演借位轻轻放闪 我们两只小鸭要倾到了耶 倾到了倾到了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此时此刻 谢谢我已经要瞎了 情人节没人陪就算了 还要被小鸭放闪 搭上这波春节假期 赏鸭活动开幕至今 人潮已累积达600万人次 人流就是钱流 店家纷纷推出小鸭周边商品 鸭鸭蛋糕 馒头 鞋子 衣服 此外轻轨 路轮跟机乘车 都有机会见到小鸭身影 就连暖男市长麦麦 也加入打工行列 卖起鸡蛋糕 高雄发大财 其实任劳程度差蛮多的 规模其实也差很多 对啊 之前就感觉 一只小鸭在那边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本来以为今天来的时候 只能看到那个黄色小鸭而已 然后今天刚好可以看到那个亲亲 就觉得蛮幸运的 黄色小鸭展期直到2月25号 做过了春节还有元宵节 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体验爱和散步谈恋爱 夜景缤纷又多彩 祝大家亲人节快乐 高雄好气投 三天两夜刚刚好 台北坐高铁只要一小时半 搏滤好棒你行你上 写信告诉我你喜欢的小鸭 是黄色的还是烤过的 球长夺NFL超级杯冠军 当台湾在欢庆农历新年 美国也在举办体坛的年度盛事 美式足球联盟NFL年度冠军赛 AKA超级杯于12日登场 今年由堪萨斯成球长 对战旧金山49人 两队曾在2020年超级杯碰头 当时由球长队夺冠 这次49人准备上演复仇大战 在上半场便以10比3抢夺先机 下半场球长则积极展开反攻 双方激烈攻防 比分相互超前产生拉锯 并以19比19进入延长赛 最终球长靠着明星四分位 马霍姆斯完成再见达阵 以25比22逆转夺胜 坦萨斯成球长达成5年内3次夺冠 马霍姆斯也在三场超级杯赛事 接奪下MVP的光荣成就 这也是超级杯季2005年后 再有球队连霸冠军宝座 而这可能也是全美史上 最多人关注超级杯的一次 因为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的新男友 正是球长队球星凯尔西 泰勒斯在结束东京巡演后 立刻飞往美国看男友比赛 还在球长队赢得比赛后 跑到场上激动永文凯尔西 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都是下一首歌的创作灵感 泰勒斯经济学不仅适用于 他演唱会寻回的所到之处 就连美式足球都上了泰粉巴 外媒报道泰勒斯的外溢效应 让NFL总体收视成长8% 还增加200万女性观众 吸引许多年轻族群关注 也让近年原本电视转播 就有1.1亿左右观看的超级杯 收视率在创新高 光电视台平均就有1.234亿观看 成为美国史上收视第二高 仅次于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 若加上网络等流量则超过2亿 就是当你觉得 事情不能更好 在我兄弟在山上 是什么特别的 我会记得到最后一生命 我还记得到那种感觉 我还记得到那种感觉 有任何两个人 曾经有一个比较好的季度 跟Cramies的超级杯 清理一下 现在是世界上的 是个好感觉 美式一桩 心想思成 你穿到本拳也不是这样啊 也没那个腰啊 对不对 我把你腰到白头丝 告别这样 告别 我把你腰到白头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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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五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